如果有需要,俄罗斯可以几小时内在叙利亚重新部署军事力量 俄军还会对任何被示威威胁的目标动用防空系统 这也让外界关注,普京在叙利亚问题上是否留有后手 多次,普京为参与叙利亚军事行动的俄军人代表颁发了国家奖章 他在讲话中指出,自停火协议达成以来 俄军空袭从每天60至80架次减少至每天20至30架次 从军事角度看,俄军在叙利亚的部署已显过剩 此外,撤军的决定也符合俄方同旭政府的协议 在谈到这五个半月以来,俄军在叙利亚的开销时 普京透露,总金额约为4.8亿美元 这些钱主要来自于2015年国防预算中用于演习和训练的资金 这是普京自宣布从旭撤军以来首次发表公开言论 也是他首次谈及俄再续军事行动上的花费 据路透社报道,虽然俄罗斯国内对于这场军事借助并无公开的反对生意 但是老百姓已经开始抱怨经济危机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欠薪和预算削减甚至影响到军方 在此之前,俄罗斯已经决定将2016年的国防预算削减5% 也创下普京2000年上台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国防预算削减 不过普京强调,俄方 将继续支持叙利亚政府军打击伊斯兰国 支持阵线等被联合国安理会认定的恐怖组织 向叙政府提供财政技术和武器支持 培训叙政府军部队 为叙军提供侦察支援和空中支援 他还称,如果有必要的话 俄罗斯可以在数小时之内增加在叙利亚的战机数量 但俄方并不希望看到军事升级 也不希望这样做 普京还表示,将在叙利亚保留铠甲和S-400防空系统 以及两处军事基地 普京强调,俄方将针对一切构成威胁俄军人的目标 使用防空系统 有分析认为,普京虽然已经下令 从叙利亚撤出主要军事力量 但是俄罗斯依然保持了关键的军事存在 叙利亚的局势现在还很不稳定 俄罗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稳定阿萨德政府的统治 至少在部分叙利亚地区的统治 但是阿萨德政府现在非常不稳定 叙利亚国内的局势也很不稳定 所以叙利亚政府也随时可能有垮台的危险 所以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必须说他任何时候需要的时候 他能回来,这才有这个威慑作用 据美国方面的统计呢 驻旭俄军拥有3000到6000人 两座军事基地45到50架战斗机 其中包括苏34轰炸机 苏24M轰炸机以及苏25战斗机 另外呢还有数量不详的坦克装甲车辆 以及几十艘作战舰艇 尽管普京没有明说要从旭撤走 多少武器装备和官兵 但是从目前的数据上来看呢 普京口中的打完回家 还是留下了后手 普京的后手之一呢 是将继续保留在叙利亚的两座军事基地 赫明明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 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呢 是俄罗斯在地中海沿岸的唯一基地 如果失去这个基地的话 俄罗斯就失去了对中东施加影响的着力点 此外赫明明空军基地呢 是俄罗斯在拉塔基亚附近新设的基地 它的存在可以与塔尔图斯海军基地 进行必要的呼应与互补 那么普京的后手之二呢 就是在基地内保留一定规模的驻军 俄将在叙利亚驻留约1000名军事人员 以维持在叙利亚的空洞侦查和打击行动 同时呢 指导叙利亚军队作战 那实际上 我们从美方统计的 驻叙俄军的人数可以看出 预估区间是相差3000人 这就说明外界对于在序的俄军数量 其实并不完全了解 因此撤军多少 留守多少 普京有相当宽裕的操作空间 那么普京的后手之三呢 是俄罗斯将保留在叙利亚赫明明空军基地部署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 S-400防空导弹系统呢 能够指挥发射8种不同类型的导弹 最大的射程达到了400公里 具有追踪和瞄准本地区多个军事基地战机的能力 那么这些军事基地呢 包括部署由美国战机的土耳其 英杰尔利克空军基地 和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 那么S-400的留守呢 也将继续对北约形成威慑 所以不难发现 目前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出的 只是大规模战事停止之后多余的力量 普京以退两步进一步的方式 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留下了战略调整和变通的空间 另据俄塔斯社报道 在撤离仪式上 俄空天部队总司令维格多邦达列夫表示 俄军在叙利亚的空袭精度达到100% 邦达列夫称 俄空军飞行员在空袭前选择目标时非常谨慎 向全世界展示出俄军飞行员的训练水平是最高超的 每一次空袭轰炸都没有错过目标 不过英国检视访问周刊网站却认为 俄罗斯进行的是地毯式轰炸 并且与美国和其西方盟国空袭时 使用精确制导弹药相比 俄方并没有全程使用精确制导弹药 并在数千英尺的高空投下 其精度如何可想而知 它的一些高端的武器 它还是没有做更多的实验 它对地面的轰炸只是维持 它就要削减伊斯兰国在叙利亚 它的存在的力量 并不是说它能显示它的空中力量 它不可能达到百分之一百 因为毕竟在伊斯兰国 它很多的这些这种延体 它也是造的很多的 肯定也有一些误差 对普京为何选在叙利亚和谈 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之际撤军 外界也有不少猜测 俄罗斯观点报从军事角度观察 俄军在过去五个多月的空袭 和地面特种作战中 确保了蓄政府军的基本盘 成功切断了蓄境内恐怖组织 补充武器弹药和武装人员的主要路径 俄罗斯在出兵的时候 可能已经考虑到这一点 就是说单单靠俄罗斯出兵 来解决整个叙利亚危机 俄罗斯没有这么大的野心 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 更不愿意投入这么多的资源 所以它从一开始 它的目标就是一个阶段性的 局部性的目标 而不是要解决整个叙利亚危机 俄罗斯报纸则认为 撤军是因为俄美两国 就划分地区势力范围 以及美国同意俄罗斯 再续两个军事基地的军事存在 达成了一致 同时也是向与俄罗斯立场 开始有分歧的阿萨德政权施加压力 不过美国纽约时报一路 普京是在宣布 从训练撤军的决定之后 才在白宫的请求下 与奥巴马通了电话 美俄之间根本没有过 战略性的商议探讨 因此有分析也指出 俄军的自如来去 凸显出普京在叙利亚问题上 掌握着充分的主动学 俄罗斯通过一次非全面的撤军 还可以扭转并且提速与周边